狮子不合群已经长大 他和兄弟首先发现了河马尸体 准备大块朵椅 可河床之上是乃兵家必争之地 群雄诸鹿杀起四亿 鳄鱼集体赶来 凭肩甲力持直接开枪 猎狗随后抵达 想要趁乱分一杯羹 遥想当年 小雄狮不合群被六只猎狗 几乎围殴至死 让他对猎狗有着刻骨仇恨 对前来的猎狗毫不客气 穷追猛打 猎狗三番五次都不能得偿所愿 也是恼羞成怒 本来就我一个吃点算了 见你这雄狮不失失误 那咱们谁也别养之好 猎狗气急败坏 该是对空高吼 一只穿云剑 千军万马还一相见 下游的猎狗群听到同伴召唤 知道必有好事 成群结队分支塌来 狮子不合群和他的兄弟缺乏经验 不为所动 他们并不知道 即将大难临头 可古人云 无巧不成书 有所谓 现实更比剧本精彩 猎狗发出了几节好叫 声声刺耳 在草原上一路飘荡 竟然传到母师们的耳朵里 熊市不合群的母亲 心里陡然一惊 不祥的预感阵阵袭来 莫非远方的儿子面临凶险 于是赶快率领成年母师 前去一探究竟 猎狗的吼声 继续在草原回答 双方势力急行军 无形中展开了一场 与时间赛跑的游戏 此时此刻 熊市不合群还不知道 自己的性命 已经远非自己所能掌握 熊市不合群如今已经长大 当他还是小不点时 就被兄弟们所排挤 总是没有玩伴 更是被亚成年师子欺负 这种状态几乎要了他的命 好在 不合群咬牙坚持 从不放弃 终于唤醒了母亲的母亲 将其从死亡边缘 生生拉了回来 现在 不合群和同父异母的哥哥交好 感情日益深厚 他们即将做好准备 在三岁左右离开市群 在草原上徘徊几年 四处流拉 直到自身的力量 能夺取新的市群 将老狮王驱逐 却而带着 成为新的狮王 看似一切都很美好 可现实总会不如人意 狮群迎来的艰难时刻 狮群的顶梁柱 狮王兄弟一死一伤 淹没于草原 国不可一日无主 狮群也是一样 六只母狮和三只未成年的狮子 变得很是迷茫 恰逢 河南的一场大雨 让猎物不再集结于河床 向南散去 河南之地 一世间猎物难迷 留下来受毒带兔 有饿死的风险 越谷大河 前往河北 看似合情合理 可同样是 兵行险招 河北雄狮三兄弟 身经百战 万福不当 他们会攻击 任何没有血缘关系的雄狮 狂风暴一般的攻击 莫尺难忘 连日里来 饥饿如影随形 让不可群决定 向河北进阀 冒险去闯一闯 狮群的第一关 就有大boss坐着 尼罗厄 在水里随时会偷袭 身长数米 重大一吨 妖和力 更是非洲之王 对付不可群 这样的年轻狮子 几乎是信手拈来 完全不慌 危险挡不住狮群的脚步 不可群的母亲 一马当仙 先行试探 鳄鱼感受到水流异动 纷纷由来 幸好 河水不算太深 加上狮子数量不少 鳄鱼也不敢轻举妄斗 狮群有惊无险 安然抵达河北 本来是件开心的事 结果还是会心惊胆颤 原来河北雄狮的咆哮 在河床上空飘荡 这说明 精力充沛的威猛雄狮 正在附近徘徊 河北狮王三兄弟 正在巡逻领地 三兄弟中的秃头雄狮 此时离他们非常之近 稍有风吹草动 就会掩杀而来 雄狮三兄弟 统领河北狮群 已经两年有余 无所畏惧 战力强悍 小雄狮 倘若被他们撞见 完全无力可挡 不和群仅仅跟着哥哥 他们抱成一团 不敢轻举妄斗 只能先行在河床立脚 不和群的一位阿姨 狮群里的一只牧师 却不这么想 他悄然离开 一路北上 前往雄狮咆哮的方向 其他狮子都留在河边 显然 他们过河地决定正确 黄昏时刻 大量的群羊赶来淹水 45度高温炙烤 只有这里还存有大量的水 群羊们当着狮群的面 冒险喝水 因为他们知道 如此开阔的地方 狮群没有办法追上 群羊的一跳 可达三米高 十米远 灵活矫健 耐力充沛 狮群心里如明镜一般 并没有狂追不止 轻易上当 他们要保存充足的体力 静待月上之头 黑夜会帮狮子的忙 何况 此时此刻 对手正在周围还死 他们就是河岸猎狗帮 倘若狮子冒险狩猎 即便成功 也会引来大量的猎狗 虽然狮子肌肉发达 但猎狗的咬力更强 几乎是狮子的两倍 猎狗群甚至会杀死 落单的狮子 无耻狡诈 暴虐残忍 不得不放 夜色在等待中来临 狮子终于迎来了 属于自己的时刻 他们在黑夜中的势力 比人类要好上七倍 不过 只是比羚羊好上那么一点 草原之上 即便再微弱的优势 也要充分利用 狮群等猎狗离开之后 就重整队形直插内陆 一路追踪羚羊群 可越往里走 遇到其他狮群的概率越高 只要有机会 狮子一天能吃八十公斤的肉 现如今 它们已经多日未食 鸡肠碌碌 让狮子们毫无办法 只能捏手捏脚 一路前行 对付羚羊 狮子只能靠突袭取胜 牧师们呈前行散开 不和群年轻气盛 经验不足 一阵跑动 惊醒一只沉睡的长颈鹿 长颈鹿的预警 让羚羊们提前四散而逃 狮群再行追击时 机会已经错过 无奈之下 牧师再次跟踪调整队形 薄荷群跟哥哥 则被挡在后面 一只牧师 成功地穿插到羚羊的后方 突然袭击 羊群被迫反向逃走 郑重狮群的埋伏 食物来得非常及时 却无法填饱九只狮子的胃口 饥饿的狮子们大快多疑 年轻狮子只能吃些残羹剩饭 五分钟不到 这只雄性羚羊就消失不见 牧师们再次上路 留下三只年轻狮子 舔尸身上的血液 它们完全没有吃到什么肉 即便是残留的血液也是极好的 以至于陶醉其中 没有注意到远去的牧师 牧师们集体向前 不久就又发现另一群羚羊 有了成功的经验 他们如法炮制 迅速拿下目标 这一次 牧师们终于吃得酣畅淋漓 可激情退去 牧师们猛然发现 自己的孩子们消失不见 而这里可是敌人的地盘 没有牧师在身边 倘若被狮王三兄弟发现 不合群和年轻狮子们 可是会有性命危险 天色大亮 石草动物们吃得肚皮混圆 来到河边饮水 猎狗搜寻了一页 却一无所获 一只长颈鹿宝宝 吸引到猎狗的目光 猎狗一头扎了过来 吓得长颈鹿们 赶快离开河窗 成年长颈鹿 把宝宝团团围住 给予保护 猎狗的咬合力 即便再强 跳起来也够不到 长颈鹿的大腿 搞不好 挨上一记草原无影角 那可是必死无疑 无奈的猎狗只能撤退 继续沿着河床搜寻 背方一阵肉香飘来 吸引他一路前去 却和猎狗群渐行渐远 猎狗走到近前才发现 肉香所在地 是一只死去的河马 不和群和兄弟们 先行一步发现 正在大快躲矣 可这里 处于河床地带 四周一马平川 毫无遮掩 大量的秃鹿 不断集结 新来更多肉食洞 不止猎狗 想要分一杯羹 尼罗厄成军结队 一起游来 年轻的狮子们 只能战斗 才不至于被鳄鱼 抢走肉食 鳄鱼却仗着皮糙肉后 直接来抢 不和群 可以容忍鳄鱼 但不能便宜猎狗 猎狗 猎狗与他 可是有纤细仇恨 想当初 五只猎狗围攻自己 险心要了他的命 不和群怒发冲冠 蒙他窜出 将猎狗一顿好感 他意气风发 默然回首 一大群鳄鱼 却已经来到近前 疯狂抢食河马肉 不和群颇感不悦 带着一只鳄鱼 疯狂掌机 这相当危险 因为被鳄鱼咬到 不死也是重伤 一公里外 牧师们正在纳凉 他们完全不知道 自己的孩子们 面临的危险 那只单独北上的牧师 不和群的阿姨 依然没有回来 她跟随着 敌对失望的咆哮 一步步逼近 这个秃头失望 是三十王兄弟中 最残暴的那个 不和群的阿姨 并没有退缩 她这次可是有备而来 任凭秃头失望 威猛无双 也抵不过自己的魅力四射 果然 刚刚还满枪怒火的失望 只一眼 就拜倒在 不和群阿姨的魅惑之下 小鸟一人般 紧紧追水 完全变成了大男孩的模样 或许 不和群的阿姨 感觉到敌对失望 对失望的威胁 特意兵行险招 舍身取义 利用自身魅力 拖住失望 让其分心 为自己的失群 赢得宝贵的喘息事迹 效果非常不错 拖头失望 愿者上钩 乐不思数 满脑子 被突如其来的爱情灌卖 儿女经常 英雄气端 哪还有心思 巡逻领地 气温继续飙升 以至于达到46度海多 不和群和兄弟们 抢回了河马肉 也可能 是鳄鱼受不了如此极端的热浪 兄弟们轮流手势 和热气拙人 他们热得 根本吃不下任何东西 只是害怕 食物被偷走 鳄鱼见无极可乘 一个个返回河里纳梁 鳄鱼不是宅心人厚 他们只是积蓄力量 到了晚上 鳄鱼群会再度出发 直取河马 碎肉块被突就捡到 彼此争抢 他们不会浪费任何食材 不和群饿怕了 一点肉也不愿 同突就分享 不顾炎热 再次回来 守住河马 尽管猎狗切而不舍 不和群仍旧 不给他任何机会 猎河马烧紧 就狂吹不止 猎狗知道 当河岸猎狗族群 全部赶来之际 自己就很难吃到几块肉 然而被逼无奈 狮子不和群 一点肉也不让给自己 于是 猎狗狗急跳墙 决定先桌子 水也不想吃好 气急败坏之下 敞开嗓子 呼唤族群成员 不和群和哥哥 以为自己赶走了猎狗 去到了晚生 正在互相庆祝 他们的战斗经验太少 完全不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下一个猎狗群聚在河边 躺在潜水处 为自己降温 有些猎狗地位较低 跟高等级成员 混不到一块 没有水坑 只能自己想办法 制造水坑 虽然味道怪怪的 但好歹也能降温消暑 成为那个最帅的猎狗仔 猎狗听力极佳 最多能听到十多公里外 同伴的呼唤从北方传来 清晰无比 这说明河流上游 有着猎狗群 梦寐以求的失误 猎狗们下定决心 排成一列 静止走向猎狗呼唤的地点 不和群并不知道 等到猎狗全部赶来 他和兄弟们将面临生死劫难 猎狗不断呼唤 却惊醒了午休后的母师们 儿子们不在身边 恰逢猎狗呼叫增远 这背后必然有特别之处 母师们的心情忐忑不安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儿子们的生命不可冒险 他们立即调整状态 赶赴事发地点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猎狗群 母师群 一起走向不和群所在地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他们都在和时间赛跑 谁先找到不和群 谁又能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黄昏已至 不和群那里天气不再炎热 冲突却在升级 河马不愿意有狮子 在自己的领地附近 从河里出来 驱赶不和群 不和群再次暴露出 经验不足的特点 竟然向河里跑去 险些被河马追上咬杀 母师们似乎有第六感 觉察到儿子们步入了陷阱 不敢又丝毫耽搁 一路小跑加速赶去 他们必须赶在猎狗群大军之前 找到儿子们 要知道 母师们养大这些孩子 花费了多少的心血 深夜时分 母师们紧追慢赶 终于率先抵达河探 母师们的加入 让不和群兄弟终于放松 再也不用担惊受怕 坏消息 就是年轻小伙们 必须要分享河马肉了 不和群的年龄较小 地位最低 河马肉周围 已经没有不和群的容身之地 他只能在外围观看 等其中一只狮子 吃饱喝足离开那里 鳄鱼也没有闲着 趁天气凉爽 赶来想要吃肉 随着鳄鱼越聚越多 他们已经能压制狮群 双方僵持之际 猎狗大军赶到 狮群一时间陷入被前后夹击的地步 一些狮子 吃饱喝足 认为此地凶险 转身离开 退到安全之地 不和群 这才有了吃肉的地儿 今天晚上 他还没有吃上几口 不想就此放弃 猎狗群是机会主义者 看不和群孤单 就上前试探 不和群起身迎战 试图守住阵地 猎狗群正准备包围之际 不和群的母亲 及时赶来 奋不顾身 为儿子建立一道屏障 然而 一只成年母狮 根本架不住 如此多猎狗的威逼 眼看自己将陷入包围 不和群的母亲 瞅准空荡 快速脱围 猎狗群此时完成了分割 从塞面将不和群包围 不和群却还想要吃肉 猎狗群却想诛杀他自己 和安猎狗帮 全都盯上了这只小狮子 预定为儿杀之 三十六级走为上 不和群感觉到不对劲 夺落而逃 却被猎狗群猛打穷追 眼看不和群伤势严重 他的母亲再度折回 横道立马舍我其谁 母亲的力量 让母狮威慑得十足 一声大吼 更是吓得猎狗群 全都撤退 奇迹再次站到了不和群这边 但也给他上了宝贵一课 即便自己再强大 孤军奋战也是毫无机会 猎狗和狮子相争 受益的却是鳄鱼 他们大快朵鱼 吃得心满意足 猎狗群返回 将怨气撒到鳄鱼身上 有的咬鳄鱼尾巴 有的咬鳄鱼鼻子 争抢残存的肉食 这也再度说明 团结起来的猎狗群如此强大 绝不能掉以轻心 士群重新团聚 稍息片刻决定离开是非之地 最悲催的就是不和群 不仅肚子鸡肠碌碌 全身也是伤痕累累 天色大亮 不和群的阿姨和秃头狮王 腻在一起已经一天一夜之久 折腾了这么长时间 阿姨一行阑珊 秃头狮王却意犹为己 舒可忍 你不能忍 阿姨对着秃头狮王 一阵河东失吼 他已经完成了诱敌之计 让最残暴的秃头狮王 刀墙入库 完全没有经历 找自己士群的麻烦 阿姨是时候返回自己的士群了 留下秃头狮王独子一个 眼神迷离 似罪非罪 也许 魅力十足的阿姨 赢得了这位士王的心 可毕竟 在动物世界 还是不同于人类社会 感情这个东西 谁认真 谁就输了 士群成员在大树下那里 昨天晚上战鳄鱼撕裂狗 士群多数成员都有伤在身 薄荷群被裂狗咬到最多 全身都挂了菜 这也表明 他当时立死神有多么的劲 薄荷群即将独立 这是非常宝贵的一刻 如果身边没有盟友 切不可一意孤行 深入敌营 有时候 撤退并不丢人 而是为下次进攻 积蓄体力 士群多数都没有吃饱 他们还很饥饿 恰巧 一群水牛经过 水牛的体重超过800公斤 一头就能让整个士群吃饱 水牛群里 有数百名成员 他们喝完水后 正在向内陆进发 士群绝不能浪费如此良机 通常情况下 没有失望帮助 士群不会狩猎水牛 风险太高 可他们已经没了失望 必须要靠自己的力量 勇敢向前 不同于羚羊脚马 水牛比较团结 会互相侧应 彼此保护 他们有缝利的牛角 坚硬的蹄子 只要狮子被刺中 或者踩踏 死亡是大概率事件 所以 狮群需要有足够多 强大的猎手 好巧不巧 不和群的阿姨 赶来和士群相会 这是士群 所能拿出的最大力量了 他们开始跟踪水牛群 想要找到破绽 一击之命 水牛群的势力和嗅觉 都非常敏锐 能发现 一公里外的掠食者 士群只能从下风口处 选择伏击 公牛首领带队 扫描着一切危险 士群 当然不会追杀 健壮的公牛 他们锁定了老弱病残 第一要务 就是先让牛群 整体受惊 在他们溃逃之际 士群才能隔离出 锁定的老弱个体 士群开始散开 呈攻击队形 步步逼近 公牛首领 发现了狮子 士群被灌木丛遮蔽 不知道具体的数目 冲出去的狮子 让牛群 分崩离析 自顾自逃命 正合狮子的心意 他们隔离出一只老牛 这一次 领头的狮子不是牧师 而是不和群 他大胆无畏 拖住老牛 其他狮子也个个跟上 齐心协力将老牛掀翻在地 牛群恢复镇定后 老牛早就一命归西 这一次 不和群可以跟其他狮子 一起大快多一 因为这次狩猎成功 不和群是一个大功臣 他可以高昂着头 像王者一样享受盛宴 在河北地界 度过48小时后 河南市群再度折回自己的领地 不和群昂首挺胸 跨过大河 虽然他有着很多世俗上的缺点 但同样有着其他狮子 不具备的品格 几个月后 不和群会跟自己的哥哥一起 离开家族庇护 在辽阔的荒野 博得一席之地 切而不舍 永不放弃 这不仅是狮子 也是人类最宝贵的能力 点赞加关注 生活有温度